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园林别墅 古桥古巷 依水民居 景聚密集 构成了一幅典雅的古画 这种让现代人随时能够感悟古风古运的地方 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湖州市的南巡区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什么有特色的农产品呢 吃粽子 撒白糖 龙州下水 喜洋洋 至此端午佳节 南巡区的村民正在举办一场 别开生面的农民运动会 我们是那个农民的村上班 别走啊 别走啊 南巡区位于湖州市东北部 地处浙江北部的杭家湖平原 这里地势低平 河网密布 输典型的水网平原 因此当地的村民对水有特别的情感 你看啊 我就是这么硬生生地被他们给抓上来了 虽然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 到底这个水上拔河是什么 但是我决定加入他们的队伍 跟他们一起来比比 相信我们的队伍一定会赢是不是 羊斌稀里糊涂的就被拉入了比赛的船 最后也稀里糊涂的输掉了比赛 南巡区的总面积是105.94万亩 在南巡大大小小的水乡谷村落就有一百多个 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最拿手的可不止水上运动 数一数二的那就得说是水产养殖了 而笛港村的水产养殖那可是出了名的好 今天来到了这儿呢 我们也是赶上了江南地区最多的这个阴雨天气了 你看我现在已经是戴上了草帽穿上的雨衣 但是这群渔民啊却依然在忙碌着 我们接下来就去看看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任务 让他们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却依然劳作着 哎大哥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我们在发这个青鱼水花苗 青鱼水花苗 水花也就是鱼卵出魔到七日零的智鱼 肉眼很难看到像水一样 所以叫做水花 是青鱼的小时候的青鱼啊 小时候的这种称呼 我发出来的 哦 他们现在捞的就是青鱼的水花 通过询问了解 养兵才知道 原来他们正在紧张有序的把青鱼水花 从孵化池转入池塘 青鱼是南巡区水产养殖的当家品种 也是我国淡水鱼中的四大家鱼之一 体型为圆土形 长达一米左右 生长迅速 最大颗体可以达到七十千克左右 多栖息在水体的中下层 可是这稀里里的小雨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那你现在这个下雨天不影响这个捞苗吗 一般不影响的 不影响 不影响的 就是雨下再大 比现在还大 咱们还是得把它捞出来 不影响的 难道就不能找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 给青鱼水花转糖吗 不行的 过的时候要老了就下糖没用了 青鱼水花现在的所在地叫环道孵化池 为了模拟青鱼野生状态下的孵化环境 以及破模小鱼的生活环境 环道中的水流速度 一般控制在17厘米每秒左右 我们看到那个鱼苗 甚至看那个生长来 如果它身上腰部那个地方 中间有腰点可以开始下糖 就是现在这些鱼的中间 能看到一个明显的黑点 不看日子 不看天气 就要看腰点 七日零左右的青鱼苗 近乎透明的身体背部 出现深色的小点 当地人叫它为腰眼 这是它骨骼发育的标志 也是鱼苗需要开口进食的信号 由于这个时期 鱼苗发育由自身的卵黄提供营养 不需要四味 卵黄消耗差不多了 那就需要进入另一段生活旅途了 刚开口的小鱼苗 主要以水体中的浮游生物为食 不需要投味 泼洒的豆浆是为了陪肥水体 是水体中又丰富的浮游生物 保证小鱼苗有食吃 转入鱼塘25天之后 就要给鱼苗投入耳料了 因为咱们现在坐的这艘船呢 比较小 大姐让我不要乱动 但是我还是有几个问题 想来问一下咱们的大姐 因为刚之前我看到这个鱼石的时候 它是散的 我以为是直接把这个鱼石给撒下去就行了 她为什么又加了水给它和成泥 然后捏成团子扔下去呢 捏成团子的话 它在下面吃一段时间了 不然的话 它粉的话就有风味吹在下面了 不会吃了 大姐它们围着池塘放一圈饲料 这样可以保证自由自在的小鱼 每个都能吃上饭 肚子饿的小鲸鱼会过来吃上一口 然后又继续游走 也许它们还会回到这里吃食 也有可能会在下一个投尾点进食 直到吃饱为止 鲸鱼体型比较大 1到40增重最快 之后增重变缓 可以长到5至6千克 50厘米的长度 所以人们会将鲸鱼养至四饼 再进行出售 春生夏涨 秋瘦冬藏 从过至今 农业生产都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青鱼经历了四个年头的风雨 激淀了更多的营养 青鱼肉厚而且细嫩 味道鲜美 富含脂肪 四大而少 是淡水鱼中的上品 据说在民国时期 这种鱼在上海的价钱堪比黄金 所以青鱼也被叫做乌金子 每年的岁末 是低岗村的捕鱼季节 南巡有养鱼的高手 自然也有烹鱼的行家 当地鱼菜中的绝品 是大锅乌金子 烹饪这样的鱼 不仅仅需要厨艺 还需要年轻人才有的动力 放上油 葱 姜 蒜 辣椒入锅 爆出香味 鱼块下锅 撒上这种来自亿万年前的果实 让鱼汤在独特香味的浸透下 越显鲜香 这样绝妙的食材搭配 配上十几种调料 焖煮半个小时之后出锅 鱼肉的老嫩 汤底的浓淡 都把握得恰到好处 真的是爱不适口 这么好吃你们是怎么做的呀 刚刚我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其实看似没有什么特别 里面非常有地方的特色在里面 地方特色 里面这个豆子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豆子 然后这个豆子 这个豆子 这个豆子 它放在里面 它这个一起烧的那个味 这个露味以后 那个青鱼的腥味就没有了 它可以去腥 对 这个豆子 它实际上是一种护生的植物 它就是长在鱼塘边上 这个柳树上的 爬在柳树上长出的 爬在柳树上长了一颗豆 对 一颗豆 这个豆呢 特别像一个羊的眼睛 所以我们俗名叫羊岩豆 羊岩豆是当地的一种白饼豆 一年生攀原精草本植物 这就是制作时放入的 让汤汁更鲜美的果实 白饼豆营养丰富 既可做滋补真品 又可做圣鼠清凉饮料 更是大锅乌金子的点精之笔 大锅乌金子是当地人的独创 烹饪的厨艺 却源自于国民党的元老 陈果夫 陈果夫是湖州人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 他还是南巡敌港的大户 朱五楼的女婿 当时陈果夫非常愿意 住在老丈人家里 住家有个厨子 叫施庆生 外号鸡骨头庆生 擅长用鸡骨头熬的汤 来提鲜 在南巡的日子里 陈果夫和施庆生一起 潜心鱼菜的作法 使这里的鱼菜形成了品系 被称作陈家菜 陈家菜的记忆被一代代传下来 制作记忆已被列入 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当地的渔文化 已经深深渗透到了 人们的劳动生产当中 你家的羊一胎能生几只 吃桑叶 住别墅 饿了又爱叫的羊 您见过 这一清一白 又凭什么成了 湖州市南巡区 养殖的当家品种 农田餐桌 清清白白上餐桌 稍后继续播出 在湖州的南巡区 以水为生的渔民 懂得用最新鲜的食材 做出简单又美味的菜肴 那接下来的农产品 以及用它作为食材 制作出的美食 您也不容错过 因为它会让您大吃一惊 今天我要拍摄的 这项农产品呢 它可是一个急性子 你瞧 我现在已经换上了 这身衣服 当然最关键的是 你听到它们这个叫喊声 其实大家不用猜 就已经知道了 就是羊 这种急性子的羊 到底是什么羊呢 现在呢 我就把我刚刚采好的 这些桑叶带过去 喂尝它们 羊居然还吃桑叶 而且只有怀孕起母羊 哺乳起母羊和小羊羔 才有机会享受这样的美味 别着急 别着急 你们都有啊 一人一根 一人一根 一只羊一根 哎呀 羊斌啊 你这样喂怎么行啊 我已经尽量让他们每只羊都可以吃到一根了 你看 吃一根怎么吃得饱 吃一根怎么吃得饱 那你们一般是怎么喂呢 那我教你啊 最起码要这样放 抱一大块 这个石头里要堆满 要这样放的 他们能吃这么多 这样都吃不饱呢 这样还吃不饱 你这有多少头羊啊 三千头 三千多头啊 而且真的是怀孕母羊 更加要多吃一点 要多吃一点 对 营养一定要足够 桑叶有着丰富的营养固质 其中粗蛋白 氨基酸 粗脂肪等 含量非常丰富 甚至桑叶中的粗蛋白含量 都要高于紫花木树和黑麦草 到底是何方神圣 才会有这样的待遇呢 这些都是什么羊啊 胡羊吧 胡羊 对对 它的特点是什么 生活在太湖流域的 胡羊在太湖平原的育成和饲养 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由于受到太湖平原自然条件 和人为选择的影响 逐渐育成了这个品种 产区在浙江江苏的太湖流域 所以称为胡羊 也是南巡区养殖长久 数量之大的家畜 胡羊是高皮肉食兼用的绵羊品种 体格中大 公母都没有脚 鼻梁隆起 公羊比母羊的鼻梁略宽一些 大多数耳朵下垂 那咱们这个光是丧业 是不是也不能满足 他们每天吃的这个食料 对这个只是青绿食物 然后还要吃点那个豆渣 啤酒糟 这些稍微那个蛋白质 多一点的东西 然后还有玉米 要补充能量 全要可用 所以他们得吃各种各样的食物 对对 来满足他们 这个是青绿食料 只是他吃饱以后 给他增加一点 一下繁土 你看啊 顾大姐 这下边有草 咱们一般知道羊都是吃草的 其实说这个吃桑叶 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但是确确实实 他们也吃了 他们是很喜欢吃桑叶吗 对 桑叶呢也是我们 我们因为湖州地区 不是是玉米之乡嘛 因为它桑产这一块 是很发达的 家家户户门口 都是要种桑叶的 然后如果光光养残的话 他用不了这么多桑叶的 早在南宋时期 南巡就以桑残叶闻名全国 遍地结桑 家家养残 户户 骚私之仇 就是当时南巡的真实写照 到了现代 家家户户房前屋后 都会种上几棵桑树 南巡区桑园面积 已经达到12.2万亩左右 小满一过 残一吐丝 大片修剪下来的桑叶枝条 拿来喂羊 不仅营养丰富 还便废为宝 节省草料 在当地 除了春季 剩下的三季 都会给胡羊吃桑叶 冬季 为时晾干的桑叶 掺和到饲料里面 秋季和夏季 为时新鲜的桑叶枝条 在羊圈 撞有半天的羊宾 这时又发现了问题 大姐 我看咱们这里的羊 都是圈养的 那有没有什么运动场 可以让他们出去运动呢 因为我们这里土地 比较金贵嘛 然后羊也已经习惯了圈养 你叫它出去 它都不愿意出去 不是吧 这还有动物 它不喜欢出去的 你要把它拉出了 拉出这个羊圈 你要费很大力了 那我可不信 要不然咱们试试 行 那你看 这里有绳子 找个绳子 你爬进去吧 我爬进去 对啊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是套上了一只羊 可是当要想把羊 拉出羊圈时 好像比套羊还要困难 它一直在顶我 我是想把它直接拖出去 来来来 你要我帮忙吗 大姐你快来吧 天哪 真的 真的没这么简单 你看 来 一起 来 来 这大屁股 出来 出来了 好 即使只有尾巴 他在眷舍中 他们也不愿意 再离开一步 我的天哪 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这是羊吗 这简直是牛啊 我看看 咱们看看哪去 来来 这么执着的羊 即使没有运动场 也会死心塌地地 守着不足两平方米的小眷舍 通过了解 我们得知 这跟他的养殖历史有关系 远末明初 朱姓皇帝为了雇驻江山根基 削减远末统治者的残余势力 把经济内 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天水市附近的蒙古皇族 一居太湖边 蒙古人南下的时候 牵来了头掌月牙角的蒙古羊 到太湖西南岸后 遍地是盗卖 蒙古羊无法放牧 圈养后只能吃人工割的青草 和营养丰富的桑叶 蒙古羊逐渐进化为狐羊 长期射死的狐羊 懦弱胆子小 不会去陌生的地方 所以看到费那么大劲 才把狐羊拉出眷舍 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现在呢 我们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和大姐终于把这个羊给弄出来了 这个是总工羊 总工羊 就是会用它来进行交配 对对 那这个羊得多大了 这个羊差不多有两三岁的羊 两三岁啊 对 您觉得爱叫的绵羊新� 您看看这儿还有新鲜事呢 这是羊奶粉 羊奶粉 对 为什么还要给它再补充呢 刚出生有时候母乳还没下来 所以我先给它颠补一下 我看这个里边生了还不止一只啊 对 这不是一只羊生的吧 两只母羊生了四只 一胎两高 好像没什么新鲜的吧 前半个月有一只母羊生了六个 六个 对 六个 对没错 就是一胎六个 遗憾我们没有看到 大姐说了 胡羊可是有名的高产囊手 我们这里的羊是中年发情的 胡羊是 就是说它五个月怀孕 两个月未来 然后再休息一下 就是八个月一个轮回嘛 可以两年可以产三次 这么多 对 所以它这个多胎性是很多羊无法比你的 饲养管理得当的情况下 可两年产三胎 每胎产高三只左右 有的甚至会更多 牧羊的秘乳跟不上 只能人工喂奶了 浙江省存栏胡羊 一百二十七点八七万只左右 浸南巡区 目前常年存栏为二十多万只 随着胡羊两种及配套技术推广 胡羊优质种植资源得到发掘 并扩展到了全国 胡羊工种已覆盖新疆 甘肃 河南 云南 福建 等全国二十九个省份 在全国扩繁饲养 一般商品羊 饲养六至七个月 可以长到四十公斤左右 也就达到了商品羊上市的标准 不过今天 杨斌却吃到了一道非常特别的美食 杨斌 你尝一下我们这里的羔羊肉 你闻到这个味道就已经受不了了 是这个清香扑鼻 但是我吃过那么多的羊肉 还真是头一回吃到这个羔羊肉 中国幅圆辽阔 地大物博 各地气候 物产 风俗习惯 都存在着差异 长期以来 在饮食上 也就形成了许多地方风味 这个就是刚生下来没多久的羔羊 但是它是很滋补的 在我们这里有这样一种习俗 就是比方说身体虚弱 或者女人生孩子 要做月子的时候 都要吃这种羔羊肉 羊肉姓温 古时称羊肉为 骨肉 滴肉 节肉 它既能遇风寒 又可补身体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 羊肉能暖中补虚 补中益气 开胃健身 益肾气 羊胆明目 只虚劳寒冷 勿劳欺伤 羔羊的药膳自补价值更高 味道更美 哇 这个味道你还真别说 为什么我回味了这么久呢 感觉一下子把我吃到了九霄云外去 这颠覆了我对羊肉的一个感觉 因为之前吃羊肉 它多少都会有点善味 但是这个羊肉真的是外酥里嫩 而且它是非常的鲜嫩多汁 在嚼着 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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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感觉是清香回味无穷 那你多吃点 多吃点 你们是经常能够吃到这样的美食 对 因为大羊肉在我们这里 基本上都是冬令进步加贫 然后想羊肉是不管你冬天还是夏天 都可以吃 都可以吃 所以随时都可以吃到这么鲜美的羊肉 还等什么呢 不说了 吃呗 这样一道具有当地特色的少高羊肉 不仅味道鲜美 最主要的是滋补 烹饪起来也并不难 羔羊切块 在锅中倒入适量笔油 姜和蒜爆香 放入切好的羔羊肉 当羔羊肉变色之后 倒入适量的水 之后放入辣椒 豆瓣酱 黄酱进行调味 让微甜 微辣的汤汁 慢慢渗透到鲜美的羊肉中 食菜要鲜嫩可口 香味四溢 炖煮半小时 具有独特美味诱惑的烧高羊肉 就制作好了 不管是以味道著称的青鱼 还是以产量占据优势的胡羊 现在都成了胡州的名片 这种自然与文化的交融 历史与传统的互动 处处散发着江南水乡 独特的神韵和魅力 不过对于大多数吃货来说 青鱼和胡羊应该更有魅力吧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和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